15到19号登场的这个电脑兵推 那么防长邱国正有说 一旦开打 台湾可是没有分前后方的 处处是战场嘛 不过这次呢 倒是强调了一件事 那是什么呢 是说兵推没有胜负之分啊 这国防部为什么这样说 兵推我们不是都以为 一定有一个什么蓝军或者红军 总有一方会获胜 但是为什么所谓的兵推 没有胜负之分啊委员 他是随便说说的啦 安抚大家一点 你期望他说什么 他当然要讲是说 没有前线没有后线 对不对 没有后方前方 然后到处都站场 然后讲一堆安抚大家的话 他国防部长站出来说 我们评估结果我们一定败 而且三天内会打败 他会这样讲吗 当然不可能嘛 那所以委员报告委员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大概输的几率是很高的吗 我没有看到国际上任何一个智库做的评估 兵推我们赢过 没有 有看过吗 你们比较年轻人看到最新的 没有这个印象 算是日本做一个要每日都加进去 然后日本还伤亡惨重 然后最后是产胜 还要加酱油出彩水 对对对最后是产胜 然后他用了所谓的JTLS 这当然是一个模拟系统 那我也要吐吐他吵 他的模拟系统的结果在阿富汗输了 在叙利亚输了 在伊拉克输了 那他赢的是什么 他有强大的空军 那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 美国的陆军是一路惨败啊 换句话说 都等到美国的空军已经把战区 那个什么伊拉克军队都炸得差不多了以后 他的陆军再往前推啊 这样的战争适合台湾吗 不适合啊 我们有没有那个强大的空军 把福建浙江沿海 统统炸为平地了以后 那我们的陆军坐在那边喝杯茶 等共军登陆 可能吗 这个情景不会出现吧 而且委员 我看到他这个里面说 今年的推电脑兵推 他的想定是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 更甚于去年的汉光38号 那么而且还提到说 军售因为还没有抵台 所以呢 现在是有什么就打什么 今年没有重要武器装备加入 而且军舰的舰林 又比去年的汉光又老一年 所以当然没有胜负之分 因为很清楚了嘛 都知道谁胜谁负了 好吧 就算你加鱼叉飞弹好不好 你加了什么 什么帕拉丁的这个 自首炮战车好不好 还有你要加什么 为什么 这个日本可以买到占土飞弹 买了四百枚 我们台湾一枚都买不到 是 我也不懂为什么 不是美台关系 坚落盘子吗 那怎么会买不到呢 所以我是觉得 我当然很喜欢同情邱国正 因为国防部长他很为难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要战机没战机 要战舰没战舰 要战车没战车 然后每一个人发一把AK47 那最近每一班要发机关枪 我们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 各位有空都要上网路上去看看 西线无战事最新版的 最新版的不要看就好了 西线无战事 西线无战事是一部 一个非常有名的战争小说 它描写到战争的残酷 描写到人性的困惑 描写到这个死亡的一个社会冲击 因为当时的德国的年轻人 一部我要战争我要上战场 我要为国家牺牲 我要把敌人打在地上 都英雄主义一大堆 结果他描述 这些年轻的战士们上了战场 怎么跟我看的都不一样 问题又来了 然后即使在霸军的机关枪底下 他们的人指挥官要他们带了手榴弹 然后往前冲 就他一回头看到他的指挥官 已经被炮弹给打死了 他就进退两难 然后他就假装死爬在战场上面 这些小说是一个很一部 非常有名的经典小说 叫做《西线无战士》 那现在拍成电影的话 更加具体感 里面的主角是什么 就是机关枪 当时认为机关枪是一个最后武器 因为以前的炮弹没有那么一样的精准 没有那么连续可以一直发动来攻击 那现在我们每一个班都要发机关枪 你真的以为是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吗 你看看乌克兰有没有机关枪 发挥功能的地方 没有啊 连步枪都无用武之地啊 刚开始乌克兰的政府还在马路上 拿一堆这个半自动步枪 要居民自己拿 然后保卫家园 你什么时候看过机关枪有用到 都是什么导弹都是飞弹都是炮弹 而且精准炸弹 再发挥威力啊 那剩下的这支枪子在清理战场而已啊 那表示输赢已经分了才清理战场嘛 对 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意义耶 我当然了解到现在美军很急啦 对啊他们要派观摩团来看 不只是韩光演习兵推来看 他基本上已经派了很多主人马 到我们海军的每一个船舰 空军每一个基地 然后去检查 意思是顾问来给你咨询 事实上回去写了报告 这个你杯子摆这里不行啊 你这个筷子摆那不行啊 解了一大的缺点 已经把我们的基层的官兵都搞毛了 真的都搞毛了 因为军队有时候会有军队的文化 是 会有带兵的方式 没错 然后他一概就是以为是 美军那一套才是对的 那我讲说 问题是美军的陆军曾经赢过吗 从韩战越战到阿富汗战争 他哪一场赢过 他只有欺负海地赢得了啦 比他弱的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那个越战也比他弱啊 是 那个韩战也比他弱啊 他都打输啦 那因为只是规模小 因为越南人口多嘛 然后这个 中国大多打韩战人口也多嘛 那你碰到他人口少 你当然会给你吃鳖嘛 你那么容易抓海山 因为伊拉克人口也不多啊 碰到中国大陆 我们台湾人口就输一大截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些军人蛮可怜的 因为 以前说天地不能 以万物为出口 现在改变一下 政客不仁 以军人为出口 现在偏偏 美国是要下指导棋 那现在偏偏呢 还有军售 什么样的项目 什么样的武器 都是美军说了算 那我们现在 还能够主导什么呢 现在蔡英文 就只会对大家 信心喊话了吗 但是大家能够有什么信心呢 今天连高中生 都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淑惠 我们看到蔡英文 她出席一场论坛 面对的是高中生 她跟高中生 对话的时候 其实高中生 当场就问 两岸一旦开战 究竟我们有没有实力 能够相抗衡 也就是说 真的台军 打得过解放军吗 连高中生 都想要知道 结果蔡英文 她怎么说 她说台海问题 不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 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 解决了 战争不是选项 那我们就问 台海问题 要用和平方式解决 当然大家都知道 可是问题是 民进党政府 真的有在用和平的方式 在解决台海问题吗 第二 现在呢 她说 这是全球的问题 都有责任的 因为太重要了 全球经济 供应链 安全议题 这个是什么 大家都在看台湾 所以呢 如果台海一旦 发生什么战争的话 那当然就会牵动全球嘛 可是好笑了 今天你就实话实说 对着高中生 在那里要侃侃而谈 可是怎么会有家长 像我们中天新闻网投诉 说什么呢 说儿子的同学 被安排去参加那论坛 结果所有的男生们 都想要问的 就是兵役问题 但是全部都没有能够发言 只要是叫兵役的问题 都不能让你问 回来呢 学生就不满 就回家一直骂 我就很好奇了 为什么不当场 让大家问好问满呢 有什么好怕的 不是吗 朱惠 过去过去几年 我们在蔡市场拜票的时候 常常就会被问到 两岸会不会发生战争 但是过去问的都是谁 都是大概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以上的长辈 因为他比较了解 两岸局势的变化 会越走越危险 那年轻人基本上 他可能比较少看新闻 或者是什么 他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看到 由于兵役的延长也好 或者是两岸真的真的 感觉越来越可怕的时候 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 都关注这件事了 我最近听到民进党 有一个公职人员 就开玩笑说 福哥在去年十八岁 可以投票这个没有过 因为如果只去年十八岁 他们本来以为 二十岁以下 十八岁以上 这一些年轻人的票 是支持民进党的 可是他们现在发现说 不对 这些人未来就是会被你 兵役延长 而且可能被当作 这个统子军的人 所以这些人现在 是非常非常感冒 就是民进党要让他们 好好的这个青少年的生活 可能就面临战争的阴影了 所以民进党 现在真的很多人在那里讲说 福哥在去年十八岁投票 这没过 这就是民进党的新生 我看到最近在兵推也好 或者是说 之前政府在偷偷摸摸地 做一些准备 什么叫偷偷摸摸地 做一些准备 军购这件事情一直在做 之前是不是还爆发一个说 政府用二倍金 在偷买一些战争的物资药品 之类的东西 但是既然如此 我一直在问 如果说政府觉得 备战才能避战的话 你不要偷偷摸摸地做 你就全民来演习 你不要只做兵推 你只做兵推 只是在那边兵棋推演 然后就说没有胜负 这个对民众的备战意识 是没有帮忙的 我想问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家里附近的这个防空避难所 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我发生状况的话 你偷偷摸摸地买这些药品 你买多少份 到时候谁能用 你放在哪里 这些要让我们知道 你不要到时候又变得像疫苗一样 我把人分类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就是某一些特定人才能先用 你现在你就大方地告诉我们说 对啊 我们要准备打仗了 备战才能避战 大家开始来做军事演习 大家来开始知道说 如果战争发生的时候怎么样 看你民进党敢不敢 他不敢 因为他知道这对选票是有伤的 我们看到蔡英文对高中生的回答 凸显两个事情 我们看到他硬了 他硬了 他讲的话说 哎呀 对啊 我没有用和平的 他说了 他为什么说了 第一个 他知道说 当两岸的局势越来越不稳的时候 对于民进党今年的选举 是有伤的 这是他第一个说了 第二个是他身为总统 他有很多情知 所有的情知都告诉他 事情大了 事情大了 被你们玩过活了 我们看到赖清德也是越来越说了 从这个亲中爱台 到这个和平保台 到现在连这个兄弟之邦都喊出来了 请问一下当你赖清德喊兄弟之邦的时候 那你凭什么去说习近平的两岸一家亲是有问题的 一家亲可能是亲戚而已 亲戚可能是远亲 亲戚有很多种 你直接说两岸是兄弟啦 是兄弟啦 而且他最新的谈话是他反对九二共识啊 是 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呢 我觉得他反对九二共识是正常的赖清德 但是他说这个兄弟之邦是一个说了的赖清德 是一个要骗选票的赖清德 我宁可你就直接一直喊 这个两岸反对九二共识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我还比较觉得敬佩你 但你今天说成这个样子改头换面 说真的 美国是不是也愣住了 你要去跟大陆做兄弟之邦 习近平也愣住了 我只有说两岸一家亲了 你直接要跟我做兄弟了 那请问一下 长期支持赖清德的那些人 那些台独的教育派 那些深绿的选民 是不是鼻子摸一摸 算了 没关系 能骗到选票最重要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 字幕志愿者 李农君